歡迎回到即場教導資有問必答環節 家庭觀眾有任何股票問題都可以隨時打電話來幫我們 電話是2804-6566又或者是傳電郵給我們 採案身邊的嘉賓是要財證券研究部的高級分析員 王偉豪Wafi Wafi 你好 Wafi 先和大家看看今天一些跌得比較急的股份 就是泰寧醫藥 泰寧醫藥方面,今天股價復牌之後 仍然跌了接近8%,現在跌超過7%,去到8.8% 最低跌過8.4% 就見到股價這樣跌下來 是因為當中有匿名信件 講到公司存在當行經營問題 但公司方面已經逐點澄清 最主要的問題亦都講到 在去年的疫苗業務8700萬人民幣的盈利入面 其中有兩成是虛構狀目 亦都講到數據已經經由北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核實 亦都講到這個指控是並無依據的 雖然有澄清番相關事件 亦都講到有會計師核實 但似乎無損到市民市場心目中 對這股份的一些懷疑之心 的確,初步看回 雖然你說泰寧方面 昨晚出發過澄清番公告 就是做一做一做一去到 否定之前所謂電郵裏面的 大致上五點的指控 都是叫解話 但見到今天回來 好像你剛才說 市場暫時就不太接受 那為什麼這樣 有什麼因素去替單呢 正常我都這樣看回 整個醫藥版或醫藥的行業 大家都知道 去年或近幾年 都面對很多問題 特別國家政策上限價等因素 其實泰寧本身做的一些藥品 或者所謂的業務來計 我相信都有限制 應該都有一個牽連性 但你看回去年全年業績計 仍然有多賺百成明顯的 一個多漂亮的業績 在其他醫藥股都做得比較差的業績下 他本身是一支獨秀走出來 其實大家不多不少都有小小的懷疑 我覺得是正常的 比例說 經歷過這麼多的民企風波 或這麼多的民企帳目問題的時候 大家對反而一兩間 比較漂亮的業績的民企來計 可能那個影響性 負面因素提出更加重 所以雖然今天解話了 但暫時都見不到太多的幫助 讓它去到股價上來 剛好方說解話 只是在文字上去到解說 但實質的數字或理據 其實我也覺得不太足夠 譬如說 更多的論據都被大家看到 所以純粹在自己解話的時候 暫時不能夠挽回大家的信心 所以從股價而言 繼續去到下股 所以我會這樣覺得 官物論這件事是真實還是假 我覺得始終現在大家對他的看法 都是比較悲觀的 甚至剛才也說到的 他自己的行業來計 即是他的藥品等因素 相信未來都依然會受到國內的限界因素左右 說明上我覺得這一刻 雖然跌落到8.8指的水位 但暫時都不建議考慮 反而我覺得如果承著這個勢 是比較弱的 有條件試試去年10月份的低位8.4指 如果大家比較想留意一下 可能看8.4指有沒有承托 才做回考慮 看到今天最低位也跌到8.4 最高見過9.1 公司裏面都澄清了5點 經營問題 匿名訊裏面說到5方面的經營問題 公司亦逐點澄清相關事件 並無事實根據 其實會否見到公司已澄清了 會否見到股價只是震一震下來 又或者見到業績如此亮麗 大家都可以衝勁未來的業務 當然 你說今天澄清完之後 仍然有個急著的下挫 當然不排除 可能經過一兩天之後 到時又再打上來 這些是不能夠排除 但我自己這樣說 始終現在 我覺得事情都未去到太明確的一個地步 就讓我看得到 甚至兩邊都是 當然電油攻擊太明這方面的電油 亦是單方面去到說 但某一邊是另一邊看的 太明自己的價位都是他單方面去到說 究竟事實是怎樣 或者真不真實 其實大家都真的不知道 市場或者投資者以三個角度看 所知的訊息的確是有限 所以我覺得某程度上 也不是太清楚 究竟哪一邊是對的 哪一邊是正確的時候 這些股份我覺得避得就避 暫時來說 反而實質業務 現在都不是大家對這個股份的看法 不算看得太重 反而看這件事的影響性 所以我覺得現在這個股份 暫時都不要占手 另外和大家看看 藥業股今日的最新表現 相關股份是個別發展價 國藥升兩仙部18.06元 上海醫藥跌五仙 廣州藥業升3.4元 威高跌六仙 四環跌四仙 到2.64元 另外今天做得比較好的藥業股 就是中國製藥 中國製藥希望公司表示 公司和控股股東之聯繫人 正在商談 和藥業業務有關的收購事項 或者涉及發行新證券 股價其實昨天已經飆升上來 昨天股價特升1.6元 突破50天線 今天股價繼續有得升 現在升7%至1.8元 最高到2元 升了1.3元 其實這個消息都比較突然 也看到股價而言 也做得比較良麗 怎樣看今次涉及發行新股 又或者今次收購的消息呢 當然 你看到中國製藥 這幾天都受收購消息 令股價刺激上來 這刻為止看回 大家對藥業版 或者國內一些收購合併的動作 都是比較正面的 特別之前內地都叫 落實支持很多藥業的公司 做一個相關併救等等 所以每次你會見到出來 即是有這樣的消息的時候 立即令到當中的股價 都有一個抽升 譬如這幾天的 譬如中國製藥 早前的廣藥等等也都是 但都雖然大家說回 暫時來說 一樣 知道的東西不是太多 收購的目標第三方 是做什麼藥 或者什麼類型的公司 究竟是做分銷 就是藥 生產等等 還是哪一部分 都真的不知道 甚至那個藥品來說 會跟中國就是自己本身做的 譬如維他命 或者抗生素 叫相類似 如果是相類似的話 反而我不是太正面 因為大家都知道 維生素 就是維他命 或者抗生素等等 其實不是一些門檻太高的技術 其實某場國內 很多公司都做到這件事 就是不要特別的一個單一性 獨特性 更何況來說 其實抗生素來說 都在國內受到限制使用 或者限價兩邊都有困擾性 如果本身中國製已經面對這些問題 但假設你收購在公司 仍然是做這方面的時候 我反而覺得帶回來的效果 不是太正面 反而會成為少許多拖累 更何況你看到中國製作出的 第一季業績來說 亦都有虧損 更加說到中期也可能會是 所以畢竟業績不是太好 在這一刻還去做一個收購 暫時未知是甚麼公司 而且亦有發行新股等因素 跟著拖累 所以我覺得在這件事來說 雖然我說得很負面 但始終我想建議大家 就是一件事 始終來說暫時不太知道甚麼事 當然這幾天升 早幾天有跟到 當然仍然可以先拿著 但如果這一刻都沒有進入 現在還能否追 我真的不太建議 反而有待 究竟相關收購是甚麼類型公司 或是哪一方 才做判斷 更何況來說 最終收購成城市 都真是未知 甚至是比較長時間 所以仍然有待觀察 究竟未來是真 還是假的事實 看到中國製藥方面 首季業績做得一般 由營轉規 首季錄得虧損8503萬 亦看到供應的維他命C生產 供應過多 價格方面 今年持續受壓 原材料成本高企 加上未有政策利好的用量 市場都比較看淡這隻股份 這次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下一節回來仍然是問答環節 家庭觀眾有任何股票問題 都可以隨時打電話給我們 電話是2804-6566 我們到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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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